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表示她的 完成她的学习 好的 好的 谢谢艾娜老师 艾娜我想问一下Vincent家长周先生 周先生您觉得您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送Vincent去学会画呢 Vincent刚开始学画的时候是四岁半左右 在多多堂吗 在多多堂 对 应该是艾娜老师的第一批学生 艾娜老师的在多伦多刚开课的时候 朋友介绍我们就去了 后来发现艾娜老师的教学方式 让Vincent非常感兴趣 每次回家都会自己主动地画画 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下来 现在她的弟弟Wincent也在艾娜老师那儿接着去学 那真的是已经很久了 大概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学了有五年多的时间了 在艾娜老师那儿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多多堂呢 多多堂的教学方式 我在其实第一堂课是世上的 后面在观察了几次之后 老师会一开始给学生一个主题 然后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 每个学生出来的作品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在激发学生的绘画爱好上面 和兴趣上面我觉得特别有帮助 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并且这五年也确实看到了Vincent画画的进一步 非常高兴 好的 谢谢周先生 谢谢安娜老师 那我看到Vincent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小的奖牌 那这是什么奖呢 这个是我画画的时候 我得了这个奖 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是什么样的奖项呢 是一个 因为是今年 还有 你可以说英文 这是一个 谢苗 它是十岁组的 对 一个谢苗画 那么这个作品是参加那个国际环球 国际儿童艺术节的一个比赛 它获得了一个金奖 获奖开心吗 我很开心 反正我画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要把它放到 不知道 可以去参加比赛是吗 对 获奖之后就觉得很惊喜 因为一开始并不知道 要去参加比赛 后来就觉得 结果获奖了 就很开心 对吧 对 那爸爸们 对于 威森这次获奖 有什么样的一个惊喜 是一个惊喜吧 安娜老师把 这证书跟奖牌的照片 发给我们之后 我们都觉得 特别的特别的高兴 第一是可以跟爷爷奶奶看了 一家人都特别的高兴 然后也是 觉得这五年多的学画 一个进步的一个标志 非常高兴 好的 谢谢 谢谢周先生 那安娜老师 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威森在你们那边 学习的时间 应该是最长的了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她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以及创作过程 或者是获奖经历呢 她来的时候四岁多 那个时候呢 不是太会握笔 按理说就是零基础的 对 所以她在这个五年多的过程中 通过了儿童启蒙 涂鸦 然后呢 我们 我看她 还有色彩 也学了色彩 还有版画 还有软陶 她都学了 然后树苗也启蒙的那部分 学了一点 所以五年多 她的这个进步 是看着 推着她的年龄 一段一段的 她都有一个过程 还有 应该色彩 有一个绘本 还有完成了一个绘本 那你觉得 对于 Vincent来说 你看到最大的变化 和她五年之前 来你那里参加 这个绘画课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不同 或者说进步呢 孩子来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绘画 帮助孩子 是一个定性 首先她能够专注 专注于 在这个绘画创作中 学习中 说明她的孩子 这个专注力 她专注力的 时间越长了 她的智力 对她帮助就非常好 在这个过程中 她的学习 她的定力很好 你看这次的 这个获奖作品呢 这是通过了 四堂课完成的 四堂课 四堂课 也就是差不多 用了六个小时 所以这张作品 孩子是用了 很多的心血 对对 所以她获得这个金奖 也是非常的值得的 很好得得嘉奖的 在老师的帮助下 和孩子自己的 努力之下 对 这种画呢 非常有定力 如果是你一旦 那你和孩子 这个定力不够 她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她的那张作品 待会儿在那个 里面会看到 好的 好的 那我想问一下 周先生 因为您和孩子 其实是天天在一起的 看着孩子 一点一滴的 进步和变化 那你觉得 五年以来 自从她参加 这个安娜老师的 绘画课以来 你的孩子 有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 最大的进步呢 我觉得这五年来 最有效果的应该是 她的耐心 跟她对画画的兴趣 刚才安娜老师 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 画的这只公鸡 是一个拿去参加比赛的作品 对 但是在家里面 画完这只公鸡之后 她自己又用同样的线条 画了很多其他的 不同的对象 包括机器人 包括外星之类的 这样的作品 那对她来讲的话 很高兴看到她 能够坐在桌子前面 一座几个小时的画 这样的东西 有的时候出去玩 也会带着本子 出去做一些写生 这些都对她的兴趣和耐心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孩子 真的在五年当中 找到了自己的星期二 是的 好的 谢谢 谢谢这个周先生 那安娜老师 能不能和我们简单地 说一下您觉得 这么多孩子 你看过来 您觉得这个绘画 对孩子的人生当中 或者说将来的发展 有什么样一个 最大的推力呢 在这个教学 我们现在做了快七年了 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绘画教育 它不单单是给孩子一个 让你完成一幅画 而为了画画而画画 而是给孩子一个 建立好的思维 思维模式 那么通过绘画 你可以解决问题 可以解决一个 需要去解决 比如说一个 实际上的生活的问题 同时你也可以解决 你的心理的问题 你如果是有心理的痛苦 反导 你也可以通过绘画的方式 来完成它 来冲属它 好的 谢谢安娜 安娜老师 那我听说你们这个2018年 多多堂 有心开设了一些 特别有创意的素描课程 那能不能和我们电视间 观众朋友们 简单地介绍一下呢 在前期呢 我们做了三到八岁的 儿童启蒙教育 做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现在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 我们的这个创意素描 我们是在一个素描的基础上呢 把它适合我们的低龄孩子 孩子稍微小一点 是九岁的开始来做的 他们的通过素描的这种艺术形式 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然后来完成的这个绘画 这个创意素描得到家长们的认可 我们现在素插做了几个月 但是孩子们的作品也是很多好周性出来 好的 谢谢安娜老师 那如果有的家长想要和您了解这个课程 或者说向您了解一下这个开课的时间呢 需要向你们有没有网站 或者说什么样的途径呢 我们都有学校有网站 也有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我们 好的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 就是毕竟学校现在只是有哪几个这个画画项目 因为刚刚说了有这个素描 那是不是还有比如说其他的比如说国画等等 我们现在开的呢 多多长艺术 因为我们去年开始呢 就是绘画和那个3D软陶 那这个培养孩子 3D软陶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3D软陶它是培养孩子立体空间感的 然后动手能力 那么3D软陶和那个就是我们的绘画 是我们的两只脚 那么小一点的孩子 他们从启蒙班开始 然后逐步升到绘本班 还有一个原创绘本 对 还有绘本班 然后呢 还有就是再接着有色彩班 现在有创意数秒班 所以我们的课程还是挺多的 那现在就像您刚刚说的 暂时只有两个年龄层的班级 9岁以下和9岁以上是这样吗 没有 3到4岁有一个特色小班 那特色小班 对是我们的邱老师 在给人的这部低龄儿童上 然后呢 4到8岁有一部分就是中班 然后还有色彩班 是这样子的 那您觉得这个孩子最最应该开始学画的年龄 就是3到6岁这个年龄层吗 3到6岁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启蒙期 因为孩子他的这个绘画语言 要卖布 要卖开 色彩 对这顿孩子的年龄非常的关键 所以不要错过了 好的 那周先生作为家长 在节目最后 有没有什么想对 这些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非常感谢安德老师这段时间来对 不是这段时间啦 5年来对温森的教育 这也是为什么把他的弟弟 温特也放到安德老师这儿去 今年6岁也会跟着学很长时间 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一起和多多谈起 有半有大 好的 谢谢周先生 那安德老师 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电视机前 包括想学画的这个小朋友们 以及这个小朋友们的家长们说的呢 我觉得绘画呢 对孩子的智力啊 各方面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那么家长们不要错过孩子的启蒙期 那这个启蒙期错过以后呢 孩子他要迈入这个绘画艺术呢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部分时间是非常的宝贵 好的 谢谢安德 谢谢周先生 也谢谢Vincent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间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